好,我們講到氣體上的,我們要先討論壓力 壓力的定義是什麼? 那你講的是後面比較複雜的定義 那是氣體的壓力的定義 但是這樣就很快講定義這個壓力的事情 我們就考慮的是面積跟力量 對不對 就是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拿個鉛筆頂著 這邊比較尖,你會比較痛 這邊比較平,你會比較不痛 可是飾的力是一樣的啊 所以壓力可以跟結面積成反比 對不對,結面積越想感受到壓力越大 那跟力量成正比嘛 你飾的力越大就會覺得越痛 好,OK 所以,實際上這是壓力的定義 那就,接下來我們講水壓 水壓怎麼來的? 水壓 水壓我們就可以想像,這邊有一桶水 好,這一點的壓力是多少 水壓是多少 怎麼看 看脫身 看脫身了,這跟蝇有關係對不對 它跟身體有關係 還有呢 沒有 沒有 見路 跟密度有關係對不對 跟密度有關係 跟low有關係 剛剛腿可以做什麼 他做什麼 他的肉質 面積這邊就沒有關係 因為... 他密度跟他面積是有關係的 密度跟面積 因為我說我說 它的那個 你那個叉叉的沒有比較想做 ok 因為說 我們在討論這個水壓的時候 我們是假設 假設 假設 現在放棄圓進來 我的高度相當 那在這個地方 我看到 這邊有撞這麼多水對不對 這麼多水 這個體積能夠到 體積是不是等於 H 等上A 那我的質量是多少 這裡面的質量 水的質量 是不是H 乘上A 再乘上L 對不對 我質量已經有了 對不對 那 我質量 在轉換成重量 所以轉換成就是受力 我這個面積上的受力 是我的Fm Mg 對不對 那我的p 等什麼 是不是mg 除以a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pw a分之 h a g 對不對 對 aab 跳 所以我真的有影響是h lo g 所以我真的有影響是我的高度 水的深度 跟我的密度 那我們在講的是某個深度之下 我們可能會有一個疑問說 我那腳都是上面壓 那這個會不會壓它 想說要放個物體在這邊 我這邊有沒有壓力 這邊有沒有壓力 也是有壓力的 有壓力 當然是 你不會說前水艇 我放到前水艇 只有上面在壓我 旁邊沒有壓我 對 旁邊可以做薄一點 太爽脆了 那就破掉了 那這個先讓我們可以簡單觀察 因為我們沒有那個實驗器材 但是可以 可以想像一下 你今天到一個 好 他的實驗器材是這樣 他就是拿一個 杯子 這邊套個模 他有套的模 你把它放到水裡面去之後 你會發現這個模被壓下去 壓進去的形狀 有沒有 你會發現有這個 不管轉哪一邊 我在某個同個深度 我只要前到水裡面去 同個深度 不管轉哪一邊 這所壓進去的深度 是一致的 表現什麼 表現在當下水壓沒有方向性 他都同時壓的這個東西 是沒有方向性 這我們可以觀察出來 對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們在 液體 或者是氣體當勾 我們可以說 這個壓力是沒有方向性的 是四面八方的一個壓力 就像我現在 站在這邊 我感受這個大氣壓力 是來自外面還是來自內部的 我內部有沒有大氣壓力 我身體裡面有沒有大氣壓力 有大氣壓力 它是平衡的 因為我心呼吸的管 我心靜靜靜靜空氣 跟我的裡面的器官 我所有的器官 我的血液 我的氣管 我裡面還有內在壓力 它跟我關鍵壓力是平衡的 所以它的壓力是無所在的 它只要有孔隙 它就會做一個傳遞 它就平衡這樣 氣體是 氣體液體後的特性 所以我們在講氣壓 所以簡單的講 氣壓跟抑壓是一樣的 感與水壓是一樣的 感與水壓是一樣的 假如這個人站在這裡 他的感受氣壓力可以想像 就是他頭頂上 這些空氣的壓力 所以空氣壓壓身上的壓力 是不是這樣 同樣道理 所以我知道山上 為什麼高山上的氣壓力比較低 因為頭頂 空氣比較少 可以這樣講 沒有錯就這樣 我到山上去之後 我頭頂上的空氣變少了 而且簡單來講 講這個地球 我的密度 空氣的密度 是逐步的很稀少 要溫度靠你的地板 對 我的地板這邊 我地球表面的空氣是比較 比較暖的 然後越來越淡 越來越淡 好的 這是因為地心的關係 那所以我們也知道 我們壓力跟我們的密度有關 所以一個 除了這個高度變小之外 我們的Low也變小 所以他現在高山上 他的密度會 他的壓力變小 有一個說法是說 每身高 217公尺 他的壓力會 P' 應該是LowP LowP.30分之1 P 就是每身高217公尺 我的壓力會減為 原來的30分之1 原來的30分之1 好小 好小 所以我查一下 在 在 3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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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張 他的海拔是 3700公尺 他的壓力多少 沒有辦法 沒辦法結算 沒有辦法結算 現在是除以270 除以270 這是四方 對 把他當作一個 固域之數的 對 他去到根 對 現在P乘上 30分之1 然後就是310 370 270 270 對不對 對 每增加270 每增加270 7公尺 他變得原來的330分之2 對 好 48 大概算多少 好像是 518.4 總柱 我們講大 就是 海平面是760的話 他變 剩下518 喔 對 少很多 馬上少很多 大概 雲南克 4分之3 現在4分之3 大約 那 我查這個主要在查 把握蒸氣 假設這把握蒸氣 的話 水多少屋會沸騰 我查個大概 89度C會沸騰 水大概89度C會沸騰 比如說 你在3693公尺燒開水 你燒開水 你燒出來開水呢 最燙最燙最燙你就都89度C 不會到100度C 所以假裝腦袋在這裏 100度C還可以沸騰的話 在363上 就算你燒開水還是不會沸騰 但事實上沸騰流動的高 沸騰 按照 70度C 他現在正常來講 在我們牛奶 製作牛奶 那個鮮爐嗎 他用那個叫做 巴 巴斯卡 巴 巴斯 巴斯 巴斯沙菌法 他是用757 是嗎 而且 你知道沙菌時間多久嗎 你知道沙菌時間多久 3秒 3秒 他認為這樣子 所以說 我們腦袋是認為說 水要能夠喝沙菌 必須要 煮到開 事實上這件事情反而是不需要的 只是比較好觀察 只是比較好觀察 而且如果你燒開 當中標準的話 我們水的高度 就會有差異性 它溫度就不會是100度 那事實上如果說按照 巴斯沙菌碼的話 他70度C3秒鐘也就夠了 那可能是這種鮮乳 那事實上鮮乳可以當沙菌 他說這樣可以去除掉99% 有害病菌 有害的細菌 就可以去除掉 那所以其他就不會有害 沒有關係 所以是讓水不見到燒開 我知道了 但是就自然水的話 因為自然水沒有含氯 你燒開滾滾一下 他只要是把氯氣給趕走 可以有助於把氯氣趕走 那這是高山 不同高度會產生欺壓問題 那就有人就研究 就發現 剛才年少數以前的人 很無聊 然後就想做這些觀察 那不是說無聊 就是 呃 其實有時候怎麼講的 就是你對於事情很好奇 你對這事情好奇 然後你又想說我想知道為什麼 那去做一些分析 但我們 其實我覺得中國人的習慣就是 你有好奇觀察 可是我馬上缺乏了量化的感覺 我們不太有 不太願意去做一個數據 就是 事實上你真的要做討論的話 有數據才有意義 所以我們對數據的這個 數據的運用 事實上是比較多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換一個觀察 我們好像東方 不知道是東方還是中國 就是華人 華人 講中國也怪怪的 華人有這樣的習慣 就是對數據的運用 並不是那麼的適切 而且甚至把數據量化的過程 大部分在討論事情都是這種感覺 我覺得他常常遲到 可是這件事情 那如果我們就會同意說 他這學期遲到三次 這個人遲到兩次 就會很清楚 有多跟少 可是我們就通常說 我覺得他常遲到 我覺得他常常跟人家借錢 他常怎麼樣 就是我們一感覺 我們比較少一個量化 當然平常生活去量化 他好像也沒什麼太大意義 可是就科學也是一樣 我們常常講 我覺得他比較 或是我們可能 我覺得我最近變胖 可是簡單來講 就秤一下就知道 我胖幾公斤 你覺得我最近變瘦了吧 沒有我又胖 你這次回答中又變胖 就是我們會用一個感覺 去處理事情 就比較少去量化 就是這樣量化 那我覺得西方人 他們一樣對東西有關 他有一個好奇心 可是他們多一個觀察 就有人觀察 我就把一個東西 把氣裡放在容器裡面 然後去這邊給測到壓力 這邊有測到壓力 我就發現呢 我如果往下壓 壓力會增加 我如果往上拉 壓力會減少 他把它做一個數據化 但是還有一個前提 還有一個前提是 這個熱不能散絲 我們都在想 會有影響嗎 會喔 如果你硬壓 這個會變很燙 而且變得很燙 散絲之後 它就能量跑掉了 能量跑掉之後 那你再往上拉拉 拉到原來的位置 可以想像嗎 我們這等一下要討論到 因為 事實上它的體積 P跟V 它都跟溫度有關係 它都跟溫度有關係 可是當我們這樣壓 它熱沒有被保持的話 它熱跑掉了 它溫度下降了 當我馬上回到原來 溫度的時候 它就沒有原來的提起來 所以你要保溫 你要絕熱 不是維持 因為它更高 所以是要維持 就絕熱 就絕熱 絕熱 你沒辦法維持 你維持這個溫度 表示你溫度會跑掉 那表示有能量的流失 能量流失之後 簡單來講 我們可以想像 這個壓力是來自於 這個分子的速度 你能量流失 是表示你分子的速度變慢 你分子的速度變慢 是不是壓力 等你剛回到原來的 體積的時候 回到原來的壓力之後 你體積沒有原來體積到 所以他要絕熱 所以他就觀察到 原來有的壓力跟溫度 是乘反比 壓力跟體積 壓力跟體積是乘反比 我壓力越大 體積越小 我體積越小壓力越大 體積越大壓力越小 它乘反比 所以簡單來講 你可以說 pV等一個常數 k 這個定值 這定值 前提是說 當我這個體積被 一框起來了 這壓力被固定了之後呢 從現在開始 我給他覺得 這時候我觀察到的是 壓力跟體積 乘積乘定值 它這個定值 這是誰觀察的 這叫做 很重要的一個人叫做波爾 波爾病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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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波爾病律 那以前 我學到 他那邊寫是定溫 不是覺得 呃 定溫指的是 定溫指的是這個環境定溫 可是我覺得說如果他溫度會 裡面的溫度是不變的 如果裡面溫度不變的話 那就變成是說 他可能 他的壓力就會變大 就是因為同樣的氣體一樣 他在不同溫度下 他會壓力會變大 就這樣 所以 病人說他一定不但是 就是三重的 皮皮的問題 他會多一個溫度的 所以說你的壓起來 他會不變高的時候 他的溫度 因為就是 腦標 如果不要拉 你待會加熱他的溫度 壓力會變大 所以 那應該就是 他就是你要 固定的變速 所以你的意思說 假設我先壓下來 沒有他想溫度 他溫度太高的時候 要讓他降不掉 就是讓他回到 跟 外界不一樣 就是你要固定的變速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是要去測皮跟皮的關係的話 你溫度少固定到 因為溫度會影響他們的 壓力 對 壓力 對 壓力 所以你也要固定溫度 你才能去量 皮跟皮的關係 對 所以相對 如果你要量 壓力跟溫度的關係 要固定一個體積 對 對 定溫 切得這麼差值 可以去掉 這個好像 也不見得能夠去掉 因為他壓起來 是讓他降很高的 你這樣講是有道理的 你這樣講是有道理的 對 定溫 對 定溫 所以 PB PB等於K 不是絕的 是要定溫 可是你 定溫 本來就不是這樣 定溫 你就滑多 定溫就是 變成說 就是跟外界要 流 流 能量流通 情況之下 OK 好 定溫比較容易做 定溫比較容易做 好 下面一段講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個事情 我們來考慮一下定溫 定溫是對還是絕對的 真的呢 我們到外面可以看到一個 理想記的地方是 PB等於NRT 也就是說我們 假設這個溫度是固定的時候 這是一個定值 這個T則是 是當下氣質的溫度 所以 必須溫度是定值 它PB才能可以 這沒有錯的 所以 溫度是這個氣質的溫度 要定溫之下 所以就不能覺得 覺得反而沒有辦法 OK 沒有錯嗎 對啊 要定溫 那你就當我拉開之後 我降溫的情況之下 你必須讓溫度 回到原來的溫度 回到原來的T的時候 我才觀察到這個形象 我如果當下是觀察 反而觀察不到PB等於K的形象 那如果看過它原因的話呢 也沒有錯 因為覺得的情況之下 是能量沒有流失 它可以回到原來的位置 因為它是圈到另外動物轉換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講的是溫度的話 就是我今天在一個 沒有 就是我回到原來的桌板拉開 壓力變低的情況之下 那第一個條件 第一個是一拉開溫度會下降 溫度的表現在氣體的話 它表現在哪裡 溫度的表現 就氣體 我們看到溫度的改變 我一定講到氣體是什麼 壓力 質量 體積 體積 溫度會改變它的體積 還有呢 就 體積 體積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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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還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就是我們常常講的溫度 事實上在改變一個 事實上是分子的 也是改變分子的速度 溫度事實上是應該說 就我們假設好這個板差 我的溫度增加 我可以看到什麼 這個板差的分子震動變快 變大 可是 這個分子是被固定在某個結構之下 的分子震動 就氣體分子來講的話 氣體分子的分子 之間沒有固定結構 所以我的震動變快 事實上相對一點 就是速度變快的意思 所以我的溫度會反映在 分子上的速度 我的溫度越高速度越快 會反映在這個現象上面 所以我們 你必須讓它 回到原來的溫度的情況之下 它可以去感受到 就是你的速度是相同的情況 PV是有個直接發明的關係 假設溫度的現象 接在裡面的話 溫度就不一樣 它就會有另外的關係 就會形成造的影響 所以在另外一個誰 叫做查理吉克 吉里撒克 查理吉里撒克 吉里撒克是另外一個人 查理跟吉里撒克他們去觀察 他們開始觀察說 那溫度的影響是什麼 所以接下來就是溫度的影響 它就必須做個 一樣是火曬去加熱 那加熱分兩個情況 一個情況是定融 一個是定壓 情況來做的 定融呢 就是這個體力是被鎖住的 它體力是固定的 我開始加熱 我觀察壓力的變化 定壓的意思是 這個活在做移動的 因為外面是一大氣壓 它的體積變化 它的體積變化 跟溫度的關係 他們都發現說 我的體積正比於T 我的壓力正比於T 這個意思是說 這個T當然是絕對溫度 因為做出實驗 他們是這樣做的 就是 假設這個溫度 然後這個體積的話 它會從0度性來做到這裡 然後發現我的溫度越低 我的體積越小 溫度越高 體積越大 後來就往下拉 這個點是273.15的 273.15 所以 但是 但是不可能到0度 不可能到這個點上 因為不可能到體積為0 你看現在 就算是 地體 就算是氣體 它力來就先變地體 再變負體 它體積不會為0 所以這是一個想像值 而且 事實上我們也做不到 做不到這個點 我們溫度不可能到這個溫度 這個想像值 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曲線 這曲線可以畫出來 它畫到別人 後面可能是 就是曲線 好 所以 我們接下來 可以看到說 好 那既然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被成立的事情 定容 體積正比壓力 定壓 體積正比於 體積正比於 體積正比於溫度 定壓情況之下 我們壓力 誒 我剛寫錯了 定容是壓力正比於溫度 定壓是體積正比於溫度 定壓是體積正比於溫度 好 那我前面 波尼也就出了 PV等於K 所以我們簡單來講 我們是P V 正比於T 合格而已 好 最後我們當然 移過來 變成什麼 P V PV 3P 等於K 好 它等於一個常數 當我把溫度的關係 納進來的話 這才是這個常數 剛剛如果說一個 絕測系統的話 就必須把這個T 放進來才可以 好 如果是沒有T的考量之下 我的PV等於K 我必須是定文的情況之下 好 就是這樣 看沒有錯 那整個體積是對的 那這裡我們就會 在想 查理幾個 查理 許里薩克說 他們做出這樣的時間 觀察到這個現象 那我們在網路面 再運動一下 這個體積 這體積裡面 是不是有包含一定量的一個分子 假裝的把這個量 考慮進來 好 這K我們不需要把 我們K希望慢慢再單純一點 所以我再把他的體積 把他的那個裡面 因為 你可以想像嗎 我的分子量越多 我是不是體積越大 我分子量越少 不是分子量 我分子數量越多 也就是我的 假設這是10克的分子 跟20克的分子 跟30克的分子 就是氣體量增加 或是我的體積會越大 或是我的壓力越大 所以我們要把那個K 換成一個 跟末數相關的一個詞 好 然後 再成了R R這個常數 這樣 這就是理想氣體常數 我們在觀察的現象 我們的氣體的體積 不是跟他的重量相關 為什麼會用這個東西 為什麼用末數 我們是因為這樣 我們在觀察的氣體的體積 不是跟他的重量相關 而是跟他的末數相關 有跟他分子的總數相關 簡單來說 在一個容器裡面 我的壓力形成 是來自於我這個分子 四面八方的碰撞 我碰撞所形成的點 這邊是我有力量差的 我碰撞過程當中 假設我的質量是m 我碰撞的時候 會產生輸入 來回碰撞 假設這樣碰撞 取糖回去的話 我的delta p 這p是指動量 是等於2mv 對 動量要等於什麼 動量是 是不是等於f除以d 所以我把t乘過來 是不是f f f會等於什麼 是2mv3d 對不對 那我再存在我所控的面積 因為我是一個平局面積 所以我把它總量加起來 再存在面積 我就可以得到我的壓力 所以你可知道這壓力關係跟什麼有關 是跟我的速度有關 我分子速度有關 我分子速度越快 我的運動速度越快 我的壓力就可能越大 那這三面積跟什麼有關 三面積跟分子速度有關 這邊 我的分子速度越大 我所得到的這個壓力就越大 所以我是跟分子速度有關 所以我們再去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會發現我這邊給他一個模式 我就可以單純的指到一個量 得到一個長度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再把整個力量的系列方式 改寫 pv3t等於nr 或者是pv等 就是力量的系列方式 就是說我的壓力 乘上我的體積 會等於末數乘上一個長數 在乘上當下的絕對溫度 當下的絕對溫度 那這當然可以換算 就做實驗就可以知道了 我們快點做實驗發現 一大氣壓之下 螢幕我的氣體 它的溫度在螢幕系的時候 2007.015 它的體積是22.4公升 所以我們就可以到R R就可以算出來 阿美羅拉 0.83 這邊 0.082 0.082 0.083 然後R再用0.082 那如果你要說它的單位是什麼的時候 很奇怪的單位 很奇怪的單位 對 它就是把這個全部換過去 就變什麼 單位是 p是 p是扭頓 除以a 體積是 然後這就是末數 然後t是溫度 對 對 但是你要解釋的比較好 沒有沒有 它這個單位是這樣 長這樣 不過你要等下寫 末數 乘到度C 乘到面積 跟l 對不起 n 這是n c l跟a有關係 有關係 l l 就是 l是Cm的三四方 對 a是Cm的0.08 就大概約掉一個 所以那是什麼 末數 乘上度C 這是牛頓 乘上距離 這是紫下課 這是紫下課 所以這是 V兩系電話程式的 R 這單位 R 是0.08 他單位可以寫成這樣 好 ok 所以我們就先 看到這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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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